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区议员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政府放荒说可能要DQ超过200名区议员 去追讨他们任期内所有新津 触发了区议员的辞职前 这件事情我最近上了短片 大家可以重看 昨天上载的政府监谋过强雄 今天在最少有四名区议员辞任 包括西贡区议员陈嘉林 梁显欣 何伟涵 以及尤尖旺的陈梓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早上电台的节目 指出说今届区议员区议会就极端政治化 利用区议会的平台去反对内地 政府侮辱官员 对此感到可惜 又指政府制定了宣誓要求的正负面 清单 就算是承认了 林郑月娥承认了 我们真的有这个清单 可能他们 就是说这些辞职的区议员 都心中有数 自己可能做了一些负面清单的事 所以就解决了自己先行辞职 就是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所以你就自己先行辞职 那 又是说什么 政治化 政治化这个万能键 有什么不是政治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和777商讨一下 有什么叫不是政治的 何况他们是参政者 参政者自然是什么 向政府建言 甚至尝试改变社会面貌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 政府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结果出来之后 忽然加了一个宣誓的程序 不是不让你加的 你可以加的 然后又单方面 没有公众咨询之下制定了所谓的 宣誓要求的正负面清单 之后又如何 再加多一句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首先 也说一下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现在做时事评论 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荒谬的事情 你也要评论 首先 任何法律或者规定的修订 都必须是什么 法律或者法例 或者规定 规则的修订之后才生效 是不是 再说一次 因为是基本的常识 也是我们说的正当性原则是什么 其中一个是你修改法例 或者修改任何的章程也好 你是会之后才生效的 但是你现在选举结果之后 突然间增加一些规则 然后立刻当层批准 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 喂 你只不过在这里洗毛招 是为了不承认选举结果而已 你心中有数了 林郑月娥 就等于好像什么 踢足球 昨天我们看这个 不是这个欧冠杯 好了 你当踢踢一下 英格兰这样 说带着球 快要射入龙门了 突然间 龙门冲出去 他的龙门区 抢了球 就抢走球 那怎么办 那个英格兰球员当然说 喂 那不合适 你犯规 你这里不可以用手 接触球 但是 球正说没事 我们改游戏改则 龙门是可以在龙门区以外的10公尺都可以用手接触球 我说那可以 大家都可以了 那之后 但是不是的 首先你判了他去错 大哥 不是 我们现在即是生效 如果你踢足球的时候 你在球赛的过程当中 有人就像少林足球那样 拿了士巴拿 朱莉都 砰 迫不不不 不要紧 现在我们改球规则 可以用士巴拿的 OK? 用士巴拿攻击 不当是犯例 这样可以 你改完之后大家一起 一起这样做 你不是 你说不是 改了现在立刻生效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政府 当有任何的修例 规则的修订 都是 即时应用在 已经发生了 那个选举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 香港政府是不是加上过强雄呢? 为什么呢? 你试试想想 你看看少林足球 强雄会怎么做呢? 强雄说 这个也是我的人 球赵也是我的人 什么都是我的人 他会怎么做呢? 球赵就是 很简单而已 当是看不到 当是看不到就可以了 你坚持到这样 已经很过分了 最少不是球赵说 球赵就说 不行 我们立刻修改游戏规则 然后接着什么呢? 立刻批准备 所以我说香港政府真的坚决了强雄 至于777的心里有数 这个论述 我又想到一个例子 凤凡比喻也是危险的 凤凡比喻也是不可以一加一等于二的 所以大家特别是777你要留心听 OK?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 一个男子正在打一个人 打打打打打打打 然后大家不知道什么事 报警 警察来到 接着这个人说 已经制服了 不是已经是压住那个人 压住那个人 压住人 那个人说 这个人刚才试图强奸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也是在做证的 是呀是呀 她是这样 幸好有这位先生 那么警察到场之后 就说 你打人就不对了 就是暴力了 其实呢 又这么说 那一区原来警察是经常不秦区的 经常都无限 才会让这一区有很多罪案 强奸的罪案 搞得治安不静 那男子自辩就说 我其实正在正在制止罪案 还说 我其实正在打算 是认证做警察 维持治安 警察明知 这次就告他不进了 告他不进那怎么办 就说 不如这样 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 那你去自首 判就会判轻一点 如果你不自首那怎么办呢 我就会告你意图谋杀 到时候你有排阻 说完之后 还要留下一句说话 这些警察就说 其实呢 是你自己垂涎女士的美式 你自己想强奸她而已 你自己心里有数 这个777 所谓的心里有数 简直难听过什么 不要说难听过粗口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这一句说话 那个就是令人嘔心的程度 什么叫心里有数 现在是你们设定了 整个不公平 直接就是 刚刚所说的 比强熊的一种局面出来 然后你跟我们说 你们心里有数 当然 大部分香港市民真的心里有数 数是什么呢 今时今日 香港 有了一个比强熊更奸的一个政府 有什么他做不出来呢 这个讨论 我觉得已经是公平的讨论 大家心里有数了 他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现在就说 刚才所说的 放风 然后等于好像警察说 你不自首的话 我就 告你意图谋杀 或者甚至 再强一点就是你意图强奸 其实想强奸的女孩子是你 插更加多的罪名给你 你知道现在国安大法 是多么厉害 稍后我会提到 就是这样 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是 你心里有数 我们当然是心里有数 现在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当然是心里有数 好了 再说另一宗新闻 郑玉华说 如果你为恐怖活动辨解 或者中阳美化 均是违反国安法的